台塘安心屯梅花猪肉片被检验出瘦肉精 但由于台中事实安处跟中央的检验 结果是不一样的引发罗生门 食药署现在就把台中送来的梅花肉片剩余剪体 用卫福部所公告的检验方式来做复验 在今天清晨也确认检验出瘦肉精 西部特罗0.001ppm 而目前食药署跟农业部也持续检验台塘同一批 还有不同批的猪肉产品 但是都没有再检验出有任何的瘦肉精了 网络现在专家点出 其实就算是同一个样本 检验的数据还是有可能递检 如果投药的够早 产品在市面上的时间够久 后端检验就不容易查到违法的动物用药 台塘安心屯梅花猪肉片瘦肉精 丰布延烧 演变成台中山处跟中央各说各话 如今展开双轨复验 食药署赶在春节前7号凌晨确认复验结果 证实验出瘦肉精西部特罗 经过前天的晚上 昨天到今天的凌晨 那我们就得到了最后的结果 所以已经确认是含有西部特罗 为求慎重食药鼠林验三次 结果分别是0.0013ppm 跟两次0.0014ppm 因为无法四神五入最后公布数值 判定是0.001ppm 虽然说经西部特罗 目前没有明确的读信资料 也没有期刊说明半衰期 但因为是我国农业部禁用的药物 一旦减出最高可储2亿元以下法环 而消暑甘农业部也针对台糖同批猪肉 在场养猪场等进行检验 目前都是未减出 包装的状况好不好 温度控制对不对 化学品在上面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也许有的退得快 有的退得慢 所以你就会测到 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前十二局局长康兆周则分析 同一个样本的检验数据 是有可能递减 而且只要投药够早 停药够长 产品在市面够久 后端检验就不容易查到 违法的动物用药 而针对复验结果 十二局验出有瘦肉精事实 外界质疑 卫服部次长王毕胜 日前对台中实案处提出五大质疑 是否需要道歉呢 量这么低 然后这个是一个 没有被看过的药品 他们会有验到 我们是觉得不太知道 是什么原因 所以有时候 当时我们请他们神圣 对此王毕胜 则是呈现关机状态 但到底瘦肉精 西部特罗从哪来 真相依旧是迷 只能在找专家开会 从科学上找出原因 记者魏婷于林宇综合报导